看到那個情形後 我都知道驗譽的恐難症 是跟吳迪有關係 但是現在知道原因 只要讓吳迪培在驗譽的新鼓鼻 應該就會慢慢的解決 原來是這樣喔 這次你處理得很好 吳迪也在想辦法解決問題 算是有進步了 既然吳迪有進步 你是不是也應該在哪裡 不然的啦 現在驗譽的狀況還沒好起來 我實在是不會放心 我了解妳的意思 要不然驗譽現在 她不是一世可以好起來了 可是妳如果搬回來 妳可以跟吳迪看 這樣不是更好嗎 但是驗譽現在的爸爸媽媽 還要不然回來台灣 她自己一個人住 我實在是不會放心 現在我跟昊恩輪流監視 吳迪跟驗譽 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 師傅 考慮妳的決心 要改變一個人 不過妳看不到都用牌 不然就用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我知道了 但是現在想到而已 就是讓艷遇好起來 對啦 師傅 有一點阿嬤想要了解 她妳的構成 應該不可能給吳迪 妳這麼快艷遇才對 為什麼妳現在 會讓吳迪 不會艷遇去治療恐難症呢 其實 這是楊老師的習慣 楊老師 妳是說秀音嗎 是艷遇跟老師說的 我們是美術社的 一個人的畫作 可以反映內心的狀態 楊老師看到我跟艷遇怪怪的 現在就關新聞 一個社團顧問 她怎麼會關太多了 爸 妳知不知道有一種理論 叫做藝術治療 楊老師就使用這種方法 她叫我跟葉遇各自畫一個主題 自己治療自己 這樣喔 藝術治療聽起來很專業 這有效嗎 有啊 可以一邊畫畫一邊治療 一邊發洩情緒 最好還是讓她 好了 叔叔 若是對艷遇有效的 都很好 今天又爸爸是要提醒你 要是楊老師看的 不要讓她走太近了 爸 妳不知道什麼是歧視和偏見 妳以為過期的事情 就這樣對待楊老師 這就是歧視和偏見 爸 這樣說是為了好 妳不知道過期 做多少恐怖的事情 不是現在做一件 做兩件的事情 在那邊寶寶 爸 當初是妳要跟她結婚 還跟她幫忙什麼 是妳不對 還跟她說什麼 理直氣壯 楊老師 什麼都跟妳說嗎 她都說了 怎麼這樣 她跟我說 她要好好做老師 跟她過去的事情都幫忙 我就跟妳說她不能當信任 楊老師跟妳說什麼 說她很可能 說她去幫忙什麼 說她自己受害者 莊幸福 莊幸福 妳去幫忙 我才不幫妳忙 妳應該會相信我 我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妳知道 楊老師告訴我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是很平靜的 就是怕影響到我 妳現在什麼事 我站在那邊 妳還說妳不去幫忙 莊幸福 莊幸福 我是妳爸 妳覺得我自己害妳 妳好 好了 不要再玩家有話話說 我不知道妳是怎麼想 但是楊老師出語以後 自己從台灣到美國 結婚生子 後來家到中落 被丈夫拋棄 還被搶走兒子的監護權 你們這樣講話不會太過分嗎 什麼 她叫她兒子幫忙 你看 一個我好心 好謝監護權 好秋葬 爸 楊老師的變成這樣 妳怎麼都不覺得開了 她叫她兒子 她叫她兒子 你這名字 要很難回應 我相信她 她幫嘉誠 已經有印象 她生命 是 妳怎麼會 这几乎我估计不过你们家我真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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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